第一个新闻首先要来看到的 就是曾经侦办郑洁杀人案的法官陈伯军 他们一家四口到了台中的和平 持有山去登山 结果意外的迷路 陈伯军为了探路结果失联 经过了64小时的搜救 传来的消息是 今天早上的7点45分 救难人员在践行林内找到了他 陈伯军的脸部手部都有受伤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这个消息传回台北地院 同事们都相当的不舍表达哀透之情 希望他能离苦得乐 在那个建筑林里面 搜救人员吊挂盘着峭壁 一步一步往下方的建筑林移动 拽下去来建筑林里面 陈伯军法官的遗体 就在下方的建筑林内 6名搜救人员要先想办法 把遗体吊挂上来 因为会有落实 所以我请平路局的 他们就在步道身边待命就好 山区状况不佳 还有零星落实增加了救援难度 陈伯军一家四口 9月11号的下午四点 在持有步道山茶营地 3.8公里处迷路 陈伯军独自下窃探路 半个小时后 七小联络不上他赶紧报案 七小三人获救后 搜救行动正式展开 搜救人员贸雨寻找 9月12号在走失地下窃 40公尺处找到两只登山帐 13号持续搜索 找到他的帽子眼镜盒 单只袜子等物品 14号早上7点多搜救人员 这一下且20米才找到法官的遗体 十连64个小时 最终传来的不是好消息 47岁的陈伯军法官意外身亡 家人同事相当不舍 很温暖 很乐观 很认真 很负责的一位法官 所以大家对他的评价 都非常的高跟非常的好 希望伯军法官丁中武汉 离苦得乐 救难人员会先把遗体运到 适合的吊挂点 并出动直升机协助运送 希望尽快让他回到家人身边 约台中综合报道 台北市新生告假桥 在今天上午传出了 惊悚的追撞事故 前方的车流回堵了 有一辆重机杀不住 结果直接就追撞了前方的轿车 随后重机又遭到后方的追撞 结果这个骑士倒地之后 又被第三辆车给撵过去 当场失去的生命迹象 被宋姨抢救 才刚上扎道 重机骑士就撞上前方轿车 连人带车前空翻一圈 重摔倒地 后方轿车也刹车不及 当场追撞重机骑士 导致骑士就像三明治 惨遭两车夹击 本以为已经够惊悚 这时第三辆轿车疑似为了闪避 方向盘往右一打 却正好撵过倒地骑士 酿成严重车祸 地面上残留大量血迹 轿车车尾也被撞得支离破碎 事发地点就在北市新生高架上 14号上午7点多 正值上班时间 却疑似因为前车急煞 才发生连环车祸 方向灯也不打 它汇进来 就似乎都很慢这样子 警方初步调查 三辆轿车都没有酒驾 驾驶也都没有受伤 但重机骑士倒地遭殿 伤势严重 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目前仍在医院抢救当中 四车连环状一度造成交通回堵 警方随即封锁扎道 在现场进行事故调查 厘清详细肇事原因 记者经卫中林传 游桃台北辰文报导 在昨天本土确诊 况下了83天以来的新高 甚至有医师发现 一家人在中秋廉价之后 有五个人确诊 其中两个是重复感染 而欧洲的统治显示 今年0到14岁的死亡人数 是去年同期的10倍 15岁到44岁的青壮年 死亡率是增加了30% 显示出了小孩跟青壮年 染疫之后死亡率升高 医生呼吁 在BA.5病毒的肆虐之下 小孩 青少年还有壮年者 更需要疫苗的接种 中秋廉价之后 本土疫情明显升温 13号单日确诊新增46,795例 创下83天以来新高 截至目前重复感染 累计14,427例 跟9月7号的11,027例比起来 等于一周就增加了3,400例 近期内会看到超过5万人的 确诊个案数 人流 车流跟餐厅流的部分 其实是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这也代表的是说 民众慢慢地能够接受 与病毒能够共存 医师吴昌腾PO文表示 有一名妇人在中秋廉价之后 家里累计五个成员确诊 其中有两名是二次确诊 以示提醒 如果廉价期间一起吃饭的亲友确诊 就算没有症状 建议也做一次快筛 医师黄轩引用欧洲统计 今年0到14岁 死亡人数是去年同期10倍 显示小孩跟青壮年染疫死亡率升高 很多年轻的人 他可能认为自己身体的状况不错 所以他就不太容易接受 第一剂 第二剂 甚至第三剂的这种注射 就会产生一些危机发生 死亡率当然就增加 美国研究发现 跟没有打疫苗的人相比 打满两剂加强剂 染疫死亡率降低14倍 跟只打一剂相比 死亡率则是降低了三倍 医师谢中学示警 这个冬天 BA.5跟流感可能同时爆发 与病毒共存的第一个冬季 真的不会太好过 专家预估在新冠跟流感病毒 双重夹击之下 恐怕对防疫造成极大挑战 记者周天杰 王一仲 台北报道 梅花台风大雨期间 新北三峡有个60多岁的女逸交 为了怕交通大乱 下班时间只会交通 没想到被一辆左转车疑似 被A主挡到视线 朝疫焦撞上去 下班尖峰时间 车辆行进路口 刚看见前方有一名疫焦 下一秒 车辆完全没刹车 直直忘人猛撞 不知驾驶发出惊呼 车子侦测系统更是救不停 因为疫焦的绞劲 登场被车轮硬生是碾过 重摔倒地 驾驶急忙下车查看 巨大撞击声 也让路人吓得赶紧来帮忙 他把他告到我都不知道 12号晚间6点多 这名疫焦在三峡复兴 大勇路口执勤 为了闪车 却惨被另一辆车撞上 35岁陈信驾驶表示 是因为视线被A主挡到 才会酿活 无辜遭殃的疫焦阿姨 已经快70岁 这次被撞到右脚掌骨裂 包扎休养后 即便租着怪障连走路都困难 但他依旧连痛 也不肯一生 对 我有幸福 就是说我过这个心情很好 平时的外汇工作 如今也得暂停 依照阿姨就盼能再回 最有兴趣的岗位 指挥交通维护秩序 也遏止这样的马路 惊悚景象一再上演 接着杨中盛 黄玉兰新门市报道 台湾迪士尼冲气娃娃展 11号因为台风来袭 先收了起来 13号晚间再度冲气上工 没想到就在快要冲爆时 右上角的起棋突然爆开了 深夜不少民众聚集 满心期待拍下米奇跟好朋友们 冲气中要上工了 没想到却看到正幕 明明快要冲完气 右上角的咖啡色起棋 却突然蹦一声 直接冲到爆掉 现场目睹民众一片惊呼 起棋一步小心爆开 连带米奇米尼全员开始消轰 大家一起躺回平台上 变成扁平一片 网友看傻眼 竟然破了BBQ了 又跑去放假了吗 起棋消轰全员跟着躺平 没想到呢 到它气球快冲完的时候呢 突然起棋就发生爆裂 就看不到 对 有点失望 在台南的迪士尼气球 11号因为台风来袭先收起来 13号再度冲气跟民众见面 没想到却遇上小插曲 高15公尺 重600公斤的气球们 因为起棋突然爆开了 全员跟着小红躺回平台 民众看傻眼 工作人员也赶紧抢收 加工的速度快了一点 也导致于说 在这个操作上面 有一些状况 造成了起棋破裂 我们大概两点多的时候 把整个收复的工作完成 有看到官方网站 所以看到它又冲起来的时候 就赶快跑了 洛杨抢收起棋缝号了 全员满血复活再度上工 只是没想到 原本是要朝圣冲气上工瞬间 却意外看见破掉 小红了 民众又傻眼又好笑 记得来关张 沈山山台南采访报导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营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